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怎么听怎么靠谱啊 今天就在车里面给宝贝们测评 纯纯自然光一点光都打不了 看看究竟是真实力还是纯噱头 还挺多挺浓稠的 宣传是这一片里面有一瓶精华的量 这看着好像是差不多 我直接上脸了 感觉这个上脸还挺舒服的 它主打的就是微分子精华 添加了16种贵妇抗衰成分 而且打散到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 能够直接进入基底 筋膜发热到42度 加速精华的吸收 你还真别说 就像是在做那种面部SPA一样 到点了 解开看看 哇 感觉真的很不错 我可没开磨皮啊 这毛流纹理都是清清楚楚的 就是很有质感啊 而且纹纹感觉也有淡化 还紧了很多 不行不行 我觉得是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面膜都开了化 咱们严谨一点啊 用别的面膜试一下 看是不是也有这种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马力纹还在 背沟也凹陷 有变化吗 这给我剩这些在脸上 不是明摆着没吸收吗 现在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 我的左边就是那种很清爽 有呼吸感 而右边就是那种黏糊 厚重又觉得很闷 嗯 就还是有一点东西的 我这边也还是敷一下原生密码照源泡 不然我等一下都大小脸了 我去 效果这么明显的嘛 水润又有光泽 就是蓬蓬弹弹的 而且真的提拉了不少诶 现在就是两边都对齐了 原生密码 我是真有点牛 OK 我算是杠筋附体了啊 下午导演正好要加戏 我倒是要看一下 是不是只有及时效果这么好 咱们就只画一个口红啊 其他什么都不画 晚上拍摄完回来之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变化 我已经回来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 我去 这个皮肤也太有光泽感了吧 怎么过了一天 还是像这种菠萝壳的鸡蛋一样 原生密码 你糊涂啊 这不是妥妥的抗时光宝贝们 你都不多做一些宣传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宝贝们 有抗老需要的喜欢熬夜的 一定一定要去试试它